大家好,我是伯伯 我们今天继续秋季校园招聘这个系列 今天来聊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嵌入式的比试题问题 接下来我们详细说 差一句,想从事嵌入式开发迷茫的同学 可以关注我的动态或者视频上文字 加微X进入嵌入式会员指导服务 目前已经解决很多同学的学习入行发展三大问题了 那我们先说一下嵌入式比试题的逻辑 比试题其实是一刀切的先初步检验一下 同学们到底有没有最基本的嵌入式软件基础 那比试题考的东西肯定都是比较咬文嚼字的 所以有些同学会说它是八股 但是如果你连这些最基本的八股都达不上了一个大概棋 那说明你压根就没有学过嵌入式的东西 后续的面试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校园招聘呢 坦白讲现在烂于冲入的态度 就是大家平时没学什么都不会 但是也想去考一个好结果 但是呢我们在考核比试题的时候呢 也不会像学校考试那么严格 只要你能够达上70% 80% 差不多的能看出来确实学过练过的 那面试机会一般就会有了啊 当然还要看你的简历啊 同样我们同学呢确实没有学过嵌入式就想蒙一把的 那失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应该说是基本就不可能啊 你也不要太遗憾 因为失败是个比较正常的啊 你都没学过嘛 你成功才是不正常的 对不对 因为嵌入式它是个硬功夫嘛 那我们该如何准备嵌入式的比试题呢 很多同学啊 到这个时候大量去网上找大公司的比试题 或者是各种题库去刷题 也有同学呢 来咨询我问我有没有好的比试题啊 大家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去准备嵌入式的比试题啊 如果有像HW这种大型企业有明确要求的啊 那需要刷一些利扣的啊之类的 考察同学的综合实力的 那你刷个三五套也就够了 反正题库就在那摆着呢 拿着刷就行了 如果是大部分公司考那种纯嵌入式相关的比试题 大家随便找网上找个两三套研究研究就可以了 你用不了一天时间 首先你学过你就心里有底 其次呢 无非就是通过网上找来的嵌入式比试题 去巩固一下你的技术知识 因为我们考察的就是技术知识 比如我们比较常考察的 和硬件控制相关的寄存器啊 接口的原理啊 程序运行的启动相关内容啊 异常处理 对战 内存管理 ARM的一些寄存器 指令 PC指针 RTOS 甚至是指针 链表等等 这些都是基础 大家找来几套比试题去看一看 其实他考察的内容几乎都是差不多的 尽管嵌入式本身的学习内容比较多比较杂 还有就是我们考欠入式的比试啊要懂得一些考试技巧 我们的考试更需要的是一种解析能力而不是去回答标准答案也就是说大部分问题不需要你去被标准答案你只需要用你自己的理解能够说清楚就行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我很早以前有一次考试那道题呢让我介绍一下什么是异常 那我忘了一共有几个异常了啊 但是我知道个大概我就直接写具体记不清楚了 有复位软中断未定义中断等等等等 然后呢我把异常的本质解释了一下 这个实际上是他考点是没有的啊 他的问题中并没有 但是我自己解释了一下 因为异常嘛就是中断到一个地址 我们管这个地址叫地址向亮是吧 然后用来表达一种意外的状态 你跳转到那里头呢 一般你跳转那个位置啊 在代码中呢就是一个死循环 然后不停的打印 打印一些信息提示信息嘛 那我回答的当时很粗鄙啊 但是呢面试官他面试我的时候就特意说了一下这个事 他就说通过你的解答呢 说明你确实弄过这块啊 虽然有些粗糙 虽然有些不那么深刻 但是作为一个出击工程师足够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鄙视的时候 我们招聘的人员他这个肚在哪 最后呢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就是卷面问题 卷面一定要整洁 我们一般去校招出差啊 就两三天 时间安排的特别紧凑 就宣讲啊 然后筛选简历 招聘 所以你卷面的整洁啊 就很有优势 因为我们看一个简历的时间可能就非常短 就是晚上看一阵 大家要自己带点纸 你写好了在天上去 不要乱图乱画啊 那最后呢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签诺诗笔诗题不难 你学过签诺诗就应该能应付这个笔诗题 归根到底还是看你基本功怎么样 笔诗呢 只是面试前的一个开胃菜啊 面试才是适合能拿到offer的一个根本 所以呢 大家更应该把关注点 关注到简历和面试上 如果你笔试都过不了啊 那就说明有大问题了 那好 咱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